台湾边境何时可以解封 关键就在武汉肺炎疫苗 何时可以施打 疫情者中心今天表示 已经和国际洽谈 武汉肺炎疫苗采购相关事宜 最快在明年这个时间点 台湾就可以施打武汉肺炎疫苗 应该是说我们 目前正在洽购 应该是说年中之前 应该有望可以达到 尤其美国生育公司莫德纳 昨天宣布他们所研发的武汉肺炎疫苗 具有94.5%的预防效果 成为聚费类之后 第二家在疫苗研发 取得重大记载的射击公司 莫德纳所研发出来的疫苗 冷链和冷藏可行性较高 冷藏温度只有-20度 普通冰箱2-8度 也可以存放30天 比费类所生产的疫苗更便宜存放 疫情总有表示 未来也会努力争取这款疫苗 不过 莫德纳必没有在全球武汉肺炎疫苗 购买计划平台的第一型名单 台湾未来是否可以采购到这款疫苗 也备受外界关注 这个莫德纳它目前 的确没有在 COVID-194出的三个 首波候选疫苗名单里面 它到底会不会在第二波 其实我也没有把握 但是以前我们曾经跟 这个莫德纳这边联系过 当然有任何的管道 我们都会去尝试 疫情主中心目前预计 以每季700元新台币的价格 采购1500万剂疫苗 光是疫苗采购费用是105亿元 外加10%的行政费用 总计115.5亿元 相关费用都是一月的估计 如果可以买到更低价的疫苗 就会接场不断 至于未来 从国际采购的公费5%肺炎疫苗 未来会不会提供资费使用 疫情主中表示 这个部分还在影响中 未来会不会提供